一转眼,来新加坡不知道多少年了。时光在不经意见流逝,翻开旧日的照片,一幕幕出致新加坡的画面感扑面而来,万事同不得不感慨,我们都老了,现在的新加坡也和过去的新加坡不一样了。 房租贵,动辄2000新元,买不起房,得多交60%的额外印花税,物价高,一杯白开水都1.5新元,准证难批,申请了7年还不下来。 你可知道那美好的新加坡曾经是什么样子吗?当年,在新加坡租个主人房才需要500新元,如今,普通房都要两三千新元。 转眼间,都20年过去了。买一套四房式组屋,还不到20万新元,如今,50万新元都不一定拿得下来。 当年,杂菜饭还是货真价实的经济实惠餐,二新元吃得饱饱的,肚子滚瓜溜圆,哪像现在,动不动就是7、8新元,杂菜饭都快吃不起了。 即便十多年前的新加坡二新元就能吃饱吃好,但那时新加坡的消费水平也早已高居全球前十。 当年的新加坡地铁,还只有三根线,红线,南北线,绿线,东西线,紫线,东北线,一目了然。 如今,已经新添了蓝线,滨海市区线,黄线,环线,看着有点乱。 未来,还将建造更多地铁线,已经密布新加坡全岛了。 拥车证才四万,当年拥车证也很便宜,但已经隐约有了全球最贵铁皮的称号,一张证五万新元。 再看看如今,四年过去了,拥车证风涨到了十万新元,翻了一倍都不止。 汇率4.5来留学,当年来新加坡留学,正赶上汇率暴跌,还不到4.5。 等上班了,汇率又奇迹般地涨到了5.3。 花最少的钱留学,会更多的钱回家,简直太幸运了。 神雕侠侣很经典。 当年看过的那些电视剧,神雕侠侣,小娘惹,东游记,现在看,还是那样的经典。 但现在,似乎没什么好看的电视剧了,曾经火爆一时的新加坡娱乐圈,存在感变得很低。 月薪2500拿EP。 当年,月薪2500新元就能申请下EP准证,现在得5000新元起步,还得评分合格,就这还不一定拿得上。 SP,WP,LTVP,DP,PR,新加坡准证的门槛是越来越高了。 不知道是钱越来越不值钱了,还是就像李显龙总理说的那样,数十亿人排队要来,新加坡开始挑人了。 一年近八万人拿EPR。 那两年,新加坡PR大放水,一年近八万外国人拿到EPR,隔壁老李,同事小王,陪读妈妈小静,都翻身做主,成为享有各项政府福利的PR。 但这或许也是新加坡PR审批最后的疯狂了,在那以后,每年也就两三万人获批,虽然熬了几年也拿到了身份,但真后悔,当初错过那段申请PR的黄金时光。 PR买房不用等三年。 那一年,PR申请到手就能买组屋,突然间,新加坡就规定新PR必须等三年才能买组屋,不知让多少人欣赏。 如今,更是只能购买二手组屋,还得是夫妻,单身,PR都没资格购买。 外国人买房没有额外印花税。 那一年,新加坡还没有ABSD额外印花税,外国人在新加坡买房很方便。 但后来,ABSD越来越高,10%,15%,30%,甚至翻倍到今年的60%,这个价格,一般人真买不起。 李光耀还活着。 那时李光耀也还活着,每年国庆庆典,还能看到他的身影。 可惜,再伟大的人也逃不过时光,不知不觉他都去世八年了。 现在想想,当初李光耀去世,整个新加坡都陷入了悲痛,瓢泼大雨倾盆而下,路边的人们早早出来为他送行,却又久久不愿意离开。 当初新马分家,是李光耀扛起了新加坡的脊梁,他去世的那一刻,真的感觉天都塌了,在新加坡的舅舅,哭得稀里哗啦的。 新加坡只有鱼尾狮和大榴莲。 当年的新加坡,没有金沙,没有摩天轮,没有滨海湾花园,只有一个孤零零的鱼尾狮,以及一个大榴莲。 不像现在,什么都有了,科学艺术馆,天空树,海洋馆,环球影城,遍地都是游玩的地方。 2010年,拥有无边泳池,无敌港景和至尊赌场的金沙酒店开业了。 2014年,周杰伦,孙燕姿,张惠妹,五月天等人开演唱会的国家体育场投入使用。 2012年,总投资10.35亿新币的滨海湾花园亮相了。 2011年,东南亚首个而且唯一一个环球影城主题公园,环球影城面向全体人民开放。 2019年,拥有室内最高瀑布与悬窝的星耀张仪建成。 曾经在圣陶沙上那只孤单的巨型鱼尾狮,后来也被拆了,想要再看到,它只能在老照片里了。 出门必带钱包,零钱。 过去很多年,出门必备钱包,零钱。 如今虽然习惯性带着钱包,但负账已经习惯用手机了。 联系用QQ,打电话用充值卡。 当年和家里联系用的都是QQ,微信还了无踪迹。 给家里打电话都是用HOT128充值卡,28新币面值,可以打28新币,IDD国际长途,SMS加100新币主备,叫通话,SMS。 如今比新加坡人,还像新加坡人。 当初来新加坡留学,还是一个懵懂的学生,如今也成了老油条,穿着人字托趴趴走,时隔吃饭先站位,用拖鞋抢排队,一口的Singlish比新加坡人还流利。 反倒是假期回国,有些不适应国内的生活了。 新加坡太小,了如指掌。 当年来新加坡,一切都好奇,景点,美食,八卦,故事传说,现在对新加坡了如指掌。 朋友圈分享一张照片,都能说出他打卡的地点,开店时间,周围有什么,什么好吃,好玩。 无他,为首熟二。 也终于理解,为什么新加坡人钟爱出国旅游了,新加坡实在太小了,都逛遍了。